李世民的一声豪哭 反抗腐朽的隋王仇 李渊起兵之后 面对的第一个对手是九经沙场的隋军名将 纵老生 然而就在两军相聚还有五十里路 眼看着就要交战的时候 天宫不作美 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大雨 大雨以下就是很多天 而这对于刚刚起兵反随的李渊一步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首先军中粮草已经告急 当初出发的时候 本以为几日后就会和对手交战 到时候可以以战养战义骨作气 打败敌人 用敌人充足的粮草来补充自己 其次 前去和突厥人谈判的刘文静 还没有任何消息 当时 突厥人位于李渊一兵身后 如果李渊能够和突厥人结成联盟 就没有后顾之忧 再者 持续的雨天 大大 削弱了士兵们作战的积极性 士气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 经过深思 李渊认为眼下没有任何胜算 便决定撤兵返回晋梁和太原 等两斤巨坠之后再来 然而 李世民却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在李世民看来 现如今正值七月剩下季节 外面到处都是即将成熟的麦子 根本就不用担心军队的粮草 另外 自己的一兵之中 除了少数真正上过战场的将士之外 其余大部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壮丁 如果不在他们对胜利 还抱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出击 将来再想让他们冲锋陷阵 可能性将会变得微乎极微 这些人回去之后就会成为散兵游泳 不仅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反倒很有可能会成为影响当地治安的巨大隐患 恐从一只徒一招结起 然而 不管李世民如何劝说 李渊就是不改口 坚持几件 推促将士收拾东西 准备明天一早拔营回去 傍晚时分 无心吃饭的李世民再次来 到了李渊的大帐前 希望再次劝说一下父亲 不要撤兵 再等待几天看看 万一明天天空放晴 就可以和敌人交战了 但是 来到父亲大帐前的李世民 当即就傻眼了 因为此时的李渊已经睡觉了 而且下令任何人不得打扰自己休息 对此 无可奈何的李世民 心中非常的不甘心 毕竟 是自己多次劝说父亲起兵反随 现在已经举起了一军大旗 如果就这样半途而废 将会是自己终生的遗憾 于是 控制不住自己内心压抑情感的李世民 当即就在大帐外嚎啕大哭起来 年轻人 火气比较旺盛 以至于响亮的哭声 都让李渊睡不着教会日幕 渊已寝 世民不得入 嚎哭于爱 声闻障众 于是 李渊从床上起身 把李世民召集了大帐之内 询问他在外面痛哭的原因 李世民把自己的全部想法 再次深入浅出的向父亲李渊进行了解说 因为在李世民看来 这次出兵 必须得胜而会 如果没有任何收获 之后就是再出兵 得胜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 不要说取得天下了 就连能否保全自身都很难说 直到此时 李渊才恍然大悟 于是 李渊连忙下令 取消撤兵的命令 对于已经出发的部队 派遣李世民等人连夜去追回 几日之后 天空放行 而且从太原运来的粮食 也及时赶到 义军士气大战 李世民抓住这一机会 又是宋老生和自己交战 经过一番激战 宋老生被李世民布下 刘宏基斩业马下 于是 义军守战取得了开门红 不仅避免了撤兵之后 做鸟兽散的危险局面 而且还为之后的作战 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参考史料 资质通鉴 就唐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